有一种成功率很高的炒股模式 这个模式呢 就是涨停后出现了凹量模型 这种模型出现的时候 一旦突破稳抓主声浪 这种模式呢 散户一般是很难发现 我也是在无意当中的一次机会 从一位基金大佬那里所得知的 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我相信看完之后 你一定会大有收获 对于市场方面的技能 以及当下市场当中 严选出来的热点投标 我都把它放在了文章里面 如果还不知道怎么看文章的粉丝朋友 可以到咱们平时 跟自己的亲戚朋友 打语音聊天的地方 进行搜索王牌论骨 只有这四个字 锁定好每天的文章更新 就不会错过 下一支的涨停牛股 好接下来我们先来讲一讲 这套模型的四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就是它的K线形态 要形成阳线 阴线阳线这种走势 第二一号K线不是涨停的K线 三号K线是涨停的K线 或者是大阳线 三号K线的收盘价要高于 二号K线的最高价 第三五日均线要向上 三根K线的收盘价 注意啊 均要收复在五日均线的上方 五日均线上方运行在 二百五十日均线的上方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二号K线的成交量 小于一号K线的成交量 而且是小于一号成交量的 二分之一以下 形成了缩倍量 三号K线的成交量 要大于二号K线的成交量 最好呢 是大于二号成交量的一半以上 形成倍量 就是形成了这一种凹型的成交量 明白了吗 这是涨停凹量模型的四个要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结合案例 做出详细的讲解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看来的 此时在这个位置 一号K线是阳线 二号K线是阴线 三号K线是阳线 也就是形成了双阳加阴的形态 一号K线不是涨停 三号K线一定是涨停 或者是大阳线 并且三号K线的收盘价是 突破上了二号K线的最高价 三根K线均是在五日均线上方运行 五日均线又是处在250日均线上方 这是看长做短的思维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方的成交量 成交量就是二号K线的成交量 缩出了一号K线成交量的一半以下 形成了缩倍量 三号K线成交量大于二号K线的成交量 形成了倍量 那么这个成交量就形成了凹量 一旦形成 那么在当天三号K线突破了阴线最高价的时候 直接上车 或者是在四日均线直接上车 上完车之后注意 只要股价没有跌破五日线 我们就可以继续持股 拿到这一波的短线暴涨行情 跌破一定要果断的做出撤退规避 这是这个案例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一号K线是阳线 二号K线是阴线 三号K线是阳线 三根K线的收盘价始终是维持在五日均线的上方运行 五日均线是清闲往上走 而且五日均线处在250均线上方进行运行 三号K线的收盘价是突破了二号K线的最高价 那么此时下方的成交量 二号K线成交量 缩出一号K线成交量的一半以下 三号K线的成交量 是高于二号K线的成交量一半以上 完全就符合了凹字缩倍量的形态 一旦形成也就是当日三号K线这一天突破的时候 直接进场或者是在四日这一天直接进场 进场完了之后股价始终它的收盘价都没有跌破 五日线哪怕盘中稍微的跌破 对吧 也能够迅速的收复上来 比如说在这一天低开开盘开在了五日线下方 也能够形成低开高走 那么这一天进场或者是在这一天进场 我们就可以直接捕捉到这一波的短线暴涨的黑马 好了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给粉丝们所分享的涨停凹量模型 一旦突破 稳着连板主声浪 希望对粉丝们们在操作上有所帮助 更多的技术干货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